眼前高龄101岁的人瑞李昭霖滔滔不绝 与来访的新北市长朱立伦用平板电脑分享自己的摄影作品 灵活的划着平板展示一张一张珍贵的画面 今天下午新北市长朱立伦来到淡水区邓宫里 这一位百岁人瑞家中进行拜访 不只是与李伯伯画家长 市长朱立伦还称赞李爷爷真的是跟得上时代潮流 也是活药老化的最佳代表 了解你这个积散积福 还有我也不恨 人家骂我人家打我自己受到委屈 我根本不在乎笑一笑 由于从阳节快到了 朱立伦市长今天会同社会局淡水区长乌宗仁 以及邓公里长邱美金 到淡水区学府里的李伯伯家中 不只是赠送净老金一万元 还有一枚金戒举给人瑞李昭霖 市长知道李伯伯喜欢小酌 更送了一瓶高粱 让李伯伯笑开怀 讲着讲着牙齿掉了两颗 牙齿还可以吗 对可以 市长明天要送一个更大品的 这是传家宝 传家宝 我们明天要送那一坛的 李爷爷讲说101岁还不算老 所以才是伴手 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听好了 我只能说是伴老头子 伴老头子 胡周 太周 已经101岁的李昭霖热情好客 他跟朱市长说自己喜欢摄影 常常搭捷运 用单眼相机拍摄各种水鸟的活动照片 而他也跟市长说了长寿的秘诀 就是要多动凡是自己来 而且要放宽心 就会活得开心 而市长也希望借由拜访 能够祝贺长者重庸节快乐 今天首席 也许说吧 また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